美国制造的这款飞机速度超过声速三倍 一般导弹都追不上它 造价更是昂贵 抵得上三艘航母 却因一次意外被坠毁 实在可惜 自飞机诞生以来 已经经历了螺旋桨到喷气时的转变 而提高飞机的速度 一直是飞机设计者追求的目标 特别是从上个设计50年代开始 人类开启了突破音障的探索 什么是音障呢 简单的说就是声音形成的障碍 其实声音并不是完全无形的 而是以波的形式存在 所以物理学上也称为声波 声波在大气中传播速度为340米每秒 当飞机的速度接近或超过这个速度时 飞机就可以追上自己飞行时发出的声音 而声波在机头和机身前半部分不断积累 受到压强的影响形成一个激波面 类似于快艇前方机器的水波 对飞机的前进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而要克服这一阻碍 就需要飞机的速度远远超过声音 将声波远远地耍在身后 而美国从1958年开始研制的 XB-710轰炸机速度 可以达到3马赫 马赫是针对飞行器的速度单位 1马赫相当于声速的1倍 3马赫即是声速的3倍 继为一款轰炸机 当时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速度 完全可以超过苏联的导弹和尖击机的速度 突发能力非常强 不仅能够进行有效的攻击 还能保护自身的安全 这期飞机一共制造了两架 首架是1964年首飞 单架造价高达7.5亿美元 对于现在随便一个小目标 就一个亿来说可能并不高 但是同样是1958年建造的第一艘 核动力航母企业号的造价 仅仅是4.5亿美元 而当时常规动力航母造价就更便宜 造成一架轰炸机的钱 就可以建造三艘常规航母了 和同时代提出的许多高超音速概念飞机不同 这款飞机是实实在在进行过多次飞行实验的 但是也正是由于实验飞行 造成了此款飞机悲剧性的命运 美国XP70轰炸机被称为死亡之身的化身 但却无法改变被撞毁的悲惨命运 有多厉害又到底是怎么坠毁的呢 XP70轰炸机研制之初就被寄予厚望 从其代号瓦尔基里就可以看到 瓦尔基里是北欧神话里战场上 引领亡灵的死亡女神统称 他们骑着骏马或化作天鹅在空中飞行 而XP70的外形也的确像与之天鹅 国内将其代号翻映成女武神 也体现了这款轰炸机如女性般的修长外星 别看名字取得女性化实力却很强悍 首飞就实现了2万米高空三倍因素的飞行 惊艳世界 最大航程能够达到8000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到250吨 载的量可达1万多公斤 而这些都得益于飞机的动力 其配备了6台大推力的伽利式涡喷发动机 还可以携带核弹 这款飞机的设计是为了实现对苏联的军事压制 所以美国对此格外重视 先后进行了十几次的飞行试验 但就在美国人信心满满的制造了第二架该型飞机后 第二架飞机在空中出现了事故 1966年声名在外的XB-70轰炸机2号机 为了配合拍摄宣传片 在空中编队中的战斗机距离过境发生了碰撞 由于身躯巨大 战斗机当场爆炸 而XB-70则因唯一受损 晃晃悠悠的坠落在沙漠里 尽管飞行员跳伞成功 但后来美国再也没有继续建造XB-70轰炸机 就连其1号机也于1969年被送进了博物馆中 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重新启动这一项目 而设计中的3号机也永远的成为图纸 无法变成现实 XB-70没有在战场上造成毁灭 却让自己走向了毁灭的悲剧 有人说这是美国太过于重视这块飞机 上了太多超越时代的技术 导致飞机不堪重负 还未服役就遭遇对手 清楚美国大料心血的XB-70轰炸机 究竟为何无法继续服役 美国研制的XB-70轰炸机实力超强 没有投入实战就遭遇坠毁 还是因为拍摄宣传片 实在令人惋惜 不过在坠毁之前 此款飞机在试飞过程中就遭遇众多问题 其实也并不是一番风顺 1964年首飞时就遭遇降落时起落架着火 1965年在高空进行三马赫超音所飞行实验室 机翼肩部遭遇脱落 不过这些都是相对较小的问题 并且在二号机上进行了完善 结果二号机却因为空中事故坠毁了 这可能就是命运的捉弄吗 XB-70因为要实现三马赫的高潮因素 就需要机体能够成熟400摄氏度的高温 美国将机身材料从普通的铝合金改成了钛合金 当时美国并没有大量的钛合金 需要从苏联进口价格可想而至 所以这款飞机的造价也非常高 甚至制造后期钛合金不够 部分零件用了不锈钢 但重量也就水涨船高 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由于过于庞大 在空中的机动能力就非常弱 而美国之所以放弃继续研制这款飞机 是因为性价比的确不高了 1969年苏联人装备了米格25高空高速截击机 同样可以在20000米高空实现三马赫的超音速飞行 美国的矛遇到了盾 所以没有坠毁的XB70的一号机 也是在1969年被送入博物馆的 但是XB70的真正对手可能还不是米格25 由于高超音速的防空导弹出现 没有任何武器系统 仅靠速度高度保持优势的轰炸机 无法适应战场了 而现在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 都不再偏面追求高超音速 而是另辟新进 着重发展机动性能和隐身性能 而XB70轰炸机也见证了 人类对速度的探索和实现